然後這個小光孔做什麼用呢 待會告訴你 先利用一個9公分的圓管 一個8公分的圓管 把兩個接在一起 然後請你把它穿過 剛剛我們這個小A的中間這個洞裡面 然後穿過去 它可以把它架在這裡 然後右邊的這個部分一樣 首先是一個馬達 一個接頭 一個4公分的傳動管 一個小便大接頭 然後呢 我們利用兩個大A把它穿過去 一個 兩個 穿完了把它加在這裡 這個地方 原則上我們大概 小便大的跟大A平行就好 接下來呢 我們利用小輪 那個電動小輪 裝上小輪蓋 然後把它放在小便大的這個頭裡面 卡住 這邊呢 因為 這邊呢 它是分開來的 我們利用一個小圓管 小輪在裡面 最重要的是這邊要往兩個中間頂 這樣子 左邊右邊 把它讓左邊的這個桿子往中間頂 把這個小輪蓋的部分把它頂住 不要讓它往外跑 所以我們利用左邊的這邊桿子來頂住 讓它能夠平衡 先馬達可以先拔起來 待會我們比較好做測試 好 接下來呢 我希望小朋友做 利用四個小H把它串成一串 一個 兩個 三個 總共四個 串成一串 像這樣子 藍色的要做四串 黃色的做四串 綠色的做四串 就是每四個四個一串 然後呢 跟著Label鼠子做 右邊上面一個 它的正對面做一個 換左邊 左右對稱 下面一個 我們現在要換綠色的 綠色完了 正對面 綠色完了 正對面 黃色 正對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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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四根 右邊四根 裝完之後呢 會還沒有很穩 不要緊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 上面的籃子 小朋友準備好 一個八公分的管子 一個小輪胎穿過去 然後呢 把它 卡在黃色的中間 最好是只卡住一半 不要頭跟尾 這樣子 這樣子會往內縮 我們只要一半 它就能夠卡得很緊了 嗯 繼續 我們把六個 桿子都裝上去 因為它現在走的不順 代表它不平衡 我們要必須把所有的桿子都裝滿 它平衡了以後 它才會走得很順 現在沒有裝完之前 它會有點不順 但是正確 好 轉轉看 如果這邊已經很順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做籃子 利用兩個小H當底 前面一個 後面一個 然後呢 我們利用一個 四公分的小管子 穿上 四公分的小管子 穿上一個 小A的中間洞裡面 把它插在這個洞上面 這樣子就是籃子 像這樣的東西 小朋友 您必須要做 兩個藍色的 兩個綠色的 跟兩個黃色的 像這樣把它串在一起 我們先做好四個籃子 像這樣穿好 都串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把它卡上去 這六個缺口 黃色的就接在黃色的底下 綠色的接在綠色的底下 藍色的 這接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到 這個 加了這個籃子的重量之後 這個輪子好轉 可是 這個輪子的部分 你會發現有些 它並不是走得這麼順 因為它是只有單邊夾住 另外一邊呢 它是被撐開來 所以我們在上面呢 再加上一個小A 這樣子它會轉起來的話 會更順 所以在籃子的上面 我們記得 每一個輪子的正對面的地方 我們再加上一個小A 你就把它擺平的 像這樣 待會轉起來的時候 它會因為 上下兩個點 它都有動氣夾住的方式 再會小輪子轉起來 會更順 好 裝好了 小朋友轉轉看 是不是 第一個很輕 很順 第二個 它的籃子 並不會碰在一起 你檢查看看 你中間 是不是 所有籃子 剛好就在正中間 如果轉起來很順 沒有問題之後 請你再接上這個大馬達 再把它加上去 這樣完了以後 你就來試試看喔 裝上電源 啟動 摩天輪成功了 看看 這樣子 是不是很好玩 還可以反轉 還可以正轉 哇 好好玩喔 小朋友 下次你就是 可以當成工程師囉 這個部分 第一個單元做到這裡 我相信小朋友 應該對 所以這套 樂保積木 加上這些電動的部分 應該都了解了 如果你覺得很好玩的話 先把它 全部都做完 如果你都做完了以後 跟你的爸爸媽媽說 這些你都會做了以後 你將來 如果有一天 你想要升級 跟爸爸媽媽講 我們還有一套 第二階段的 就是電動的部分的升級版 它有更多更多 更新的更新更特別的配備 等著你們再去討 等等你們再去研究發明 好 數出的第一套玩具 這十個零件 示範的這幾個圖 我相信你們回去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就到這邊囉 謝謝 再見囉 下次見 拜拜 小朋友好 現在進入到第二階段 叫做電動升級版 相信你們以前玩過第一個階段 就是十個零組件而已 但是如果你想要學到更多機械的東西 我們進入第二階段 多了比較多的新的不同的配件 現在呢 首先呢 我就要跟高級小朋友講 現在多了哪些比較好玩 比較特別的零件 在這盒裡面呢 我想我們從上面開始好了 第一個叫做同軸齒輪 這個齒輪呢 小朋友仔細看一下裡面 它有三個方向都有齒輪 中間這一個 左邊跟右邊這兩個 是同一根桿子 它是同一個方向的 上下有兩個桿子呢 它是反方向的 當我們要做一台汽車 如果要能夠動起來之前呢 一定要有這個同軸齒輪 它的學名叫差速器 它是可以控制車子前進後退 跟左轉右轉的 比方說什麼呢 我舉一個例子 給小朋友看一下 現在這是一台汽車 如果你想要走的話呢 我們透過一個馬達 上面的馬達接了電 之後這個馬達呢 要讓這兩個輪子 同時的能夠往前跑 或者是往後跑 它必須經過這個同軸齒輪 我們叫差速器 現在我走的方向呢 在這個長的桿子上面呢 它值得呢 這兩個輪子它是可以一起往前 一起往後 假設如果今天是要左轉跟右轉呢 我可以把這個插出去拔下來 很簡單 把這個兩個差速器 把這兩個輪子呢 直接裝在這兩根短的這個齒輪的轉軸上面 當你裝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剛剛是兩個輪子一起前進一起後退 現在我們看這兩個輪子 它是一邊前進一邊後退 我們的右邊是前進左邊後退 它可以控制車子 要右轉或者是要左轉 當你馬達正轉反轉的時候 所以由這個差速齒輪來去控制它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零件 我們叫同軸齒輪 學名叫差速器 如果要控制左轉右轉 我們就接在這兩個短的 短軸的齒輪上面 如果要做方向同樣的 就直接接在那個最長的齒輪上面 這個零件是不是很特別 那像這個四四叔叔設計的一個機器 你可以利用它來去控制它 第二個零件呢 我們叫做變速器 變速箱 這個變速箱呢 仔細看 小朋友看到裡面 我們做透明的就是要讓你觀察 這裡面齒輪的變化 它中間是一顆最大的齒輪 它的上下左右 都是四顆小的齒輪 如果你想要變快的話呢 很簡單 我們從大的齒輪進去轉一圈 旁邊這四個小的輪子 可以轉兩圈 速度可以提快一倍喔 但是相反的 如果我想要變慢呢 我從短的這個齒輪進去 我們從大的齒輪轉出來 它力量呢 它速度會變慢 可是力量會變大 怎麼實驗呢 現在我來試試給小朋友看一下 像現在這是一台車子 如果說我們直接接上去 不經過任何的齒輪接上去的時候呢 它的速度是固定的 看一下 如果我想要變快還是變慢呢 如果我今天透過這個 變速箱呢 想變快 我剛剛說過 想變快 你要接在大的齒輪上面 然後呢 讓小的齒輪去帶動它 一樣 首先準備一個接頭 我們拿出第一單元裡面所接的接頭 把它一樣接上去 接在大的齒輪上面 利用這四個小的齒輪 可以變快把它插上去 小朋友看一下 剛剛的速度跟現在速度 有沒有平淺的 變得比較快呢 有沒有看到變快了 正轉反轉都可以 如果當然我要變慢的時候呢 很簡單 變慢的時候就反過來 我是接在這上下左右四個小的齒輪上面 然後我把它 中間這個 接在這個 積木上面 由 接在小的讓它 讓中間這個大齒輪去接到這個輪子上面 你看看它的速度 是不是變得比很慢 有沒有 所以它是一個叫做變速齒輪 雖然速度變慢了 可是其實它可以提升它的扭力 產生力量更大 第二個我要跟小朋友介紹的是 在這裡面我們多了 之前只有八公分的 傳動軸 四公分的傳動軸 現在多了六公分 我們發現到有一些情況 需要六公分 它的長度會比較高 我們多了這個 六公分的傳動軸 另外呢 叔叔這邊多了一個 45度的接頭 什麼叫45度的接頭 我們以前的積木呢 如果要兩個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以前只能夠透過積木 接直角的 我們如果說今天積木 想要接成45度角的 我們今天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45度角的大齒輪 接上去 它可以讓積木 接成變成是一個斜的 有沒有發現到 應該小朋友可以看得很清楚 變成是一個45度角的接頭 這是以前沒有的零件 這是這次在這盒提升裡面 小朋友如果下次有需要接到45度角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45度角的接頭 另外還有一個叫180度角的接頭 另外還有一個叫180度角的接頭 當我們的積木接好了之後呢 我想要讓它能夠做 像機器人的手背 它要左轉 在任何一個角度 它是可以讓你自由去選擇的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角度 你需要什麼角度 它都是可以起來 我想這是我們喜歡 我們叫它180度的接頭 它當您設計好很多東西之後 它可以讓您使用得上 另外 我們剛剛介紹的這個 45度角的 它有大的接頭 是接在大H的上面 另外我們有小的 小的45度的角的接頭 它可以用在小H的上面 所以像舉個例 像現在主要這邊 有拿了兩個 綠色的黃色的小H 如果把它接在這個洞裡面 一樣它可以呈現45度角的接法 所以這個部分 是第二套 我們裡面才有的零件 另外呢 在這組電動升級板裡面 我們還多了一個零件 叫做平板窗扣 我們叫MOCO BOPOMOFORD MO 平板窗扣 它這個積木呢 如果我要是接 水平的 如果過去做法呢 你只能夠利用小H 或者是利用一個小A 我相信你們都會發現到 這樣接起來 並不是這麼 太高了 如果我今天想要讓它能夠再升級 我可以利用這個平板窗扣 它上面是平的 利用這個小A接起來 它變成水平的 它會 對我們在操作上面 更方便 更美觀 我要接直角的 我們可以利用小H 如果說我們要接的是 45度角 我們可以利用45度 那如果是 我們要接水平的 我們可以利用它 過去我們只能夠利用這樣的接法 現在可以利用這個平板窗扣 當然只有小平板窗扣裡面 我們就會有這個大的平板窗扣 大的平板窗扣 當然就是用在大H上面 大H大A所有的機目上面 它都可以使用到它 同樣的 這是小的平板窗扣 大的平板窗扣 另外呢 在這組新的零件裡面 還有一些新的零件 在這一盒裡面 還有一些新的零件 把它倒出來 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上一集階段裡面 有提到的小便大接頭 在這套升級版頭裡面呢 它有兩個小便大接頭以外呢 這接頭變得比較多 因為你要做更多更難的東西 需要接頭更多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接頭 小便大方塊接頭 這個接頭呢 比較特別 它可以直接接在這個動力齒輪上面 直接把動力齒輪接在上面 它就可以產生動力 由馬達去帶動這個動力齒輪 可以看一下 由這個動力齒輪去帶動鏈條 帶動很多東西 它可以使用它 這個也可以利用它 這個小的 直接把它接在小H上面 它也可以產生動力 它還可以做一個 它當然也可以接在小A的上面 小A 小A 因為這所有的尺寸是一樣的 它可以接的地方 以前小便大 它只能用在電動小便上面 現在做了這個接頭C 讓更多的地方可以用起來 好 另外它還有一個特殊的配件 這個我們叫做大方塊 這個大方塊呢 後面是個正方形的小洞 它也可以接在這個小洞裡面 因為當你接上去之後 這整個方塊都會動起來 相對的 透過它 我們可以去帶動它大H 直接卡上去 透過它 我們可以帶動大A 像這樣的所有的機目裡面 大A不管是值得放 鞋的放 它都是同樣的特殊 我相信多了這些零件 小朋友再使用起來的話 你的變化性會更多 在接下來呢 叔叔在介紹 除了這盒機目以外 我們還有一套機目 是以前沒有的 叫做鏈條 當一台摩托車要帶動 要整走的動 它除了靠的是引擎以外 它需要靠鏈條 去帶動後面的輪子 那像這鏈條呢 叔叔接下來要教小朋友 怎麼去組合跟組裝 小朋友有沒有騎過腳踏車 如果腳踏車今天 鏈子掉了 你要想辦法裝上去 那我先教你怎麼 組裝這個鏈條 鏈條的組裝方法很簡單 每一個鏈條的 都有一個扣子 有一根桿子 很簡單就是 只要把扣子對準桿子 一卡就卡住了 你要多長就直接卡住了 但是 你要最後 最後如果你想要拆掉的話 請你不要用硬拔的 這個鏈條要拆方的方式的話 請你把它往底下 兩邊往裡面壓下去 它就敲開來了 你要拆哪一個接頭的部分的時候 就直接從左邊跟右邊 往裡面壓下去 讓它可以敲開來 它的拆裝方式很簡單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都裝好了以後 千萬不要先把它扣上去 才想要裝在我們 所要裝的 我們要裝的東西上面 這樣是沒辦法裝的 因為鏈條本身是沒有彈性的 您請您記住一件事情 鏈條的組裝方式一定必須要先 事先卡在這些齒輪的上面 把所有的每個齒輪都卡 卡勾勾對增好了以後 所有的卡勾都對增好以後 最後一個你再來做組合的動作 這樣這樣子 它就可以做得很順 這樣明白嗎 那我剛剛你在看到這個卡勾之前呢 鏈條之前 我們有發現到有一個東西是 以前你們沒有見過的對不對 過去的鋁帶我們只有8個 1 2 3 4 5 6 7 8 只有8個孔 現在呢 我們如果要把它裝成 能夠帶動的齒輪鏈條的話 8個孔是不夠的 它的間隔距離 是沒有辦法剛剛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了一個透明的鋁帶 它是有12個孔 1 2 3 4 7 8 9 10 11 12 這12個孔 它剛好可以 它的裝法跟我們過去的鋁帶是一樣的 它剛好可以繞 繞完這個大輪子的外徑 繞一圈 繞完一圈之後呢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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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